國防部長魏鳳和又說 中國實施一貫的智慧防禦核政策 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魏鳳和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說 中國核部隊建立已經有五十多年歷史 其間中國核力量建設有很大進步 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根本目的 是為了保衛國家和平和人民的和平勞動 令國家免遭戰爭劫難 特別是免遭核戰爭劫難 魏鳳和說在國慶70周年月兵上展示的新型武器裝備 都已經列裝到部隊 強調中方不搞軍備競賽 核武器發展適度適當 走中國特色的核力量發展道路 中聯辦主任諾惠寧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大公布成立120周年的賀信 強調習近平一直牽掛香港發展 在香港 這個多元社會 尤其需要愛官愛港傳媒 堅持真理 雞桌陽青 尤其需要愛官愛港媒體人 秉持使命 單單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 在核心中希望大公報 為一國兩制事件 行穩資源 讓我們在新起點上攜手努力推動香港與祖國人民一起共擔民族福幸的歷史責任 內地新增196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內蒙古有78宗確診和8宗無症狀感染 北京就有34宗確診和31宗無症狀感染 全部涉及天堂超市酒吧群組 酒吧所在的朝陽區 星期一開始一連三日展開區域核酸檢測 至於上海有10宗確診和19宗無症狀感染 遼寧、廣西等地亦都有零星個案 中國與澳洲房長在新加坡會晤 是兩年多以來中澳最高層次面對面會談 澳方說今次的會面為改善中澳關係踏出重要一步 澳洲新任副總理兼房長馬爾斯 星期日上午獲邀 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舉行大約一個小時的會談 馬爾斯形容是一次坦誠而全面的交流 雙方討論了多項議題 包括中方最近被指在南海攔截一架澳洲軍機的事件 他說出發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之前 都沒有想過中澳會有雙邊會面 認為今次會談對改善中澳關係非常重要 踏出了關鍵第一步 馬爾斯又說任何國家都有權推動軍事現代化 但是必須要透明 他不希望看到太平洋國家暗入軍事化的局面 他又表明澳洲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中澳近年因為地區安全和新冠疫情源頭等問題 關係不斷惡化 中方接連限制入口澳洲葡萄酒、煤炭、大麥、牛肉、龍蝦等貨品 包括施加懲罰性關稅 雙方對上一次高層接觸已經是2020年1月的事 澳洲新任總理阿爾巴內塞早前曾經呼籲中方 撤銷針對澳方的貿易限制 否則難以修補雙方關係 澳洲貿易部長法雷爾也都說 尋求和商務部長王文濤會談 說中國作為澳洲最大貿易夥伴 兩國貿易令中澳雙方都受惠 無線電視記者馮慶惠報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 本港外國外港傳媒需要堅持真理 激逐揚青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 傳媒更加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後任特首李家超強調 只要不違法 新聞自由空間無限 大公報創刊120周年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宣讀中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的賀信 強調習近平一直牽掛著香港的發展 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 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傳媒 堅持真理 積桌揚青 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媒體人 秉持使命 單單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 在核心中 希望大公報 為一國兩制事件 行穩資源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福興的中國夢 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這也是對香港所有愛國愛港傳媒 對香港所有一國兩制事件參與者 見識者 所提出的 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致辭時就說 自從港區國安法 和新選舉制度實施 香港已經重回一國兩制的正軌 而傳媒更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更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遵守法律 主動向社會拳打有關國家安全的信息 為廣大的讀者和觀眾 提供正確全面 不偏不倚的資訊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 本港新聞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 而傳媒也有重要的社會責任 只要不違反法律 新聞自由空間無限 且標準和世界先進的地區一致 包括西方國家 新聞工作擁有公門社會力量 也因此有重要的社會責任 新聞工作向專業化發展 勢無存清 除了是公信力的使人 更是行業責任的使人 是新聞道德的使人 沒動結束後大會也派發了一份號外 上面印有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賀信內容 無線電視機社梁翠英美德 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生哈表示 對於由俄羅斯買更多石油 持開放態度 面對國家陷入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維克‧勒馬生哈表示 會先由其他國家尋求燃料來源 目前正在嘗試由中東的傳統供應商 尋求燃料和煤炭 但如果這些渠道沒辦法滿足需求 就不得不再度向俄方合救 他也承認 目前斯里蘭卡的危機是由自身造成 但認為俄烏戰事令到情況進一步加劇 糧食嚴重短缺的問題 可能會持續到2024年 他又說俄羅斯也有向斯里蘭卡供應小麥 另外對於接受更多中方的金融援助 他表示持開放態度 內地新增196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其中北京的酒吧群組繼續擴大 四天內超過160人染疫 智陽區要一連三天展開核酸檢測 當局形容這波聚集性疫情來來勢空盟 北京星期六新增34宗本土確診 和31宗無症狀感染 星期日再新增至少33宗感染 全部都與天堂超市酒吧有關 大部分人都是今個月6至7日到過酒吧 目前酒吧已暫停營業 酒吧所在的智陽區星期一開始 一連三天展開區域核酸檢測 內地傳媒報導 這間酒吧是當地熱門的消遣場所 又引述近期光顧過的顧客說 牆內除了職員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戴口罩 而且桌與桌之間擺得很密 而且職員也不會檢查顧客 有沒有掃健康碼 天堂超市酒吧由過去的星期四開始 已經至少有166人染疫 市委員會說酒吧群組的密切接觸者超過6000人 北京朝陽區天堂超市酒吧 規模聚集性疫情來勢兇猛 防控難度超越新發地批發市場 聚集性疫情及上一波疫情 目前仍存在外疫擴散的風險 防止出現疫情外疫 以最快速度阻斷疫情傳播鏈條 至於新增個案最集中的省份是內蒙古 星期六多78宗確診和8宗無症狀感染 上海就有10宗確診和19宗無症狀感染 遼寧、廣西等地都有零星個案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